好很多骑士看了之后当然很害怕 这个车子呢是不是有问题 会不会是自己骑的这一款呢 我们继续有据中报道 这款骑火的重型机车是属于四骑环保车 目前已经没有在生产 那么车厂的人员今天仔细检视了骑火的线路 初步应该找到了骑火原因 每五年的重型机车怎么会骑到半路火烧车 仔细端看骑火点以及线路 车厂人员怀疑是机车的火星塞造成的 这火星塞这个线是不是跑出来之后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会燃烧 可是它又按了启动 然后造成它雾化 汽油变成雾化之后到这里的话 它又在点火 原本的位置不是在这边 它可能跑出来之后不是在这个位置上 那是因为可能燃烧完之后 它跑到这里来 目前的机车都改为五骑喷射型环保车 这款化油汽车属于四骑环保车 已经没有生产 很可能车主在发动车辆启动箭时 电流从管子到火星塞 但这时候碰到弹断处的油气 产生火化雾化 造成引发点的火苗 弹出来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 然后它又继续按启动的时候 就会造成它会沾了一个燃点 燃点上来之后 它可能这里就会造成燃烧 这个都燃溶掉了 所以它是里面这一整块都不见 真正起火原因车厂还会深入了解 不过提醒机车车主 公里数到了2510000和150 火星塞最好做检查 因为机车也像人体一样 什么时候特材没人敢保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柯英卿台北报道